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结果晚了半个多小时 之前买的一个课程也还没有学习 我发现把屋子变成教室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用投影仪听课 只要家里有一面白墙就可以了 投影仪自带的音响是不是特别像上课的感觉 在一亿年到一四年的历史财务数据 并且呢已经做过一个简单的困难合并的课程 阿斯文斯这家公司呢 它是一家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萨索尔街公司 并且同样对其他产品线比较多样的公司 比如说像百度 来自这种我们一般会根据点击量啊 浏览量啊 或者说注册户去做一个对应的一个计算 它对应的追求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看到17年 充满店可以用差不多两个小时吧 学完差不多也休息一会儿 还有投影 好 手指尖跟投影先起一遍 劲 你看你 多没有劲 起过来了 所以 你刚才看我就已经起来了 对不对 就说明我整个背侧的肌肉力量是很强的 呜 声中梦去朋友的工作室晚了一会儿 朋友给我做了一杯超级好喝的奶昔 我觉得比奶昌好喝多了 而且不会长胖 还排毒养颜 那味道我一直很想念 心心念念买了材料 今天也给自己做一杯 你平时没有吧 心情 煮好的 炮火 煮好的 煮好的 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实习就开始做的经纪人 而照顾药水增加的活生 这三人成立的期待教育 我是今年七月份才开始接触做视频的 说实话有一点吃力 因为它占据了我很多业余时间 我的工作经验和这个毫无相关 所以我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才能勉强看起来不那么糟糕 好在看了第一支视频和现在的视频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进步的 但我的工作也需要很多的学习 才能跟上行业的节奏 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 要怎么调整 才能让它和我擅长的那部分结合 这样才是最优解 感谢观看